Hello 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這個星期的 葫蘆日常 我是阿Ling 又說說這個星期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星期是指2024年的 2月19日到2月25日 這個星期照常工作 星期一我跟我的好朋友 吃了午餐 午餐的時候 我們吃了這間 叫做Hexamore 一間台灣的食物 我跟Ketchup 臨時發了個訊息 Let's go lunch 一起跟他吃了個午餐 我們也分享 昨天他又跟我說 他又再一次去Okinawa 因為他實在太喜歡Okinawa 今次就是帶了家人一起去 其實我都沒有去過Okinawa 希望有一天 都可以去到這個美麗的城市 在日本 吃完午餐之後 我便安裝了我妹妹的手錶 其實我還沒在中環 去過一間 例如可能是 放在那些小巷 或者路邊的一些店舖 但我一直都想去的 今次終於有一個 excuse 可以讓我去找這些店舖 跟他們聊天 順便可以幫忙 去維修我妹妹的手錶 話說這支錶 就是我妹妹的老公 第一次送給妹妹的禮物 但是很可惜 我覺得我妹妹沒有好好珍惜她 因為他沒有了電 和他沒有了電 然後又沒有了一顆小石 然後又沒有好好珍惜她 所以就放在我媽媽 我今次看到壞了 我就拿去做維修 那我就在中環 問問街邊店舖的叔叔 看看又知不知道 那裡附近有 一些整錶檔口 然後被我找到 剛好是近這個 一個 I think it's 近上環 在中環和上環之間的 一些小巷 的一間 整錶檔 那我就去了 幫他整錶 幫我每隻錶 整好 他叔叔也有一顆石 然後又 順便幫我們換了 在換的過程中 他就跟我說了 你看這些 DISNELAND theme 的一些製造 他們花了很多 就在那個TRADMARK 那裡 那個形象 那個 可能呢 不是太多 在那裡的 質素 所以 你要 入了水 這支錶 又不太防水 所以 就要小心 那其實 這些 那麼專業 那麼有經驗的人 一看就知道 這支錶 屬於什麼 質素 以及一看就知道 那個製標者 或者那個公司 其實他想 的重心 放在那裡 其實這些 都是 吸取 有經驗的人 他們一說出來 所以整件事 很合理 還有 很有 很長知識 我覺得自己是 所以 很喜歡 跟這些 叔叔 或者這些 有經驗的人 去交談 尤其是 During lunch time 我覺得 是 只要 可以出去 呼吸一下 新鮮空氣 有這麼多 綠色植物 就看到這麼多 綠色植物 的一個時刻 所以我就 很享受 和很珍惜 在Lunch time 可以去 多一些 接觸大自然 和 接觸 Local文化的 一個 時段 然後 晚上 我們就 因為 其實 接下來 三月 我們 拍攝 的 品牌 有一個 有一個 market booth 的機會 我們就 好好地 穿 這個機會 去擺屎集 我又可以 有機會 跟大家見面 今期 在 3月29日 到 4月1日 就會在 AIA The Wheel 中環碼頭 就會擺 我們的市集 希望大家多些來支持 我們叫做 Golden Age 黃金歲月 你可以來看看我們的 booth 那 我們就 近來 準備 這個 booth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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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一些 設定 一些 layout 設計 然後 星期二 我就跟了 另一個朋友 也是我的 中童 吃Lunch 這次我們就試在中環的這間 Coffee & Pancake Shop 叫做 PHI 那 非常之特別 我覺得 我其實好像 這麼大 你不是 當Pancake 當Lunch 吃了 好像沒有什麼 試過 但今次就試了 那 就跟這個中堂 他就特意在 金鐘過來 就 一起吃這個Pancake Lunch 他就吃了一個 好像Chocolate Pancake 我就吃了一個 什麼 我吃了 我吃了 我覺得我吃了一些 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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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美味 很好吃 而且 我覺得 可能 在午餐時 你又不想吃太多 carbohydrate 的食物 或者太多 太多 太多 反面的時候 其實Pancake 也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就是 可以跟朋友聊一下 除此 也可以 好好享受 一些甜 甜的 可以 增加 血糖 的 我覺得自己 是缺少 血糖 的 所以當我 有這個機會 可以吃甜品 增加 血糖 我都覺得 願意 所以 很開心 我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 在中環吃 這個Pancake 接著我們就喝了個Tai Milt Tea 嗯 很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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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接觸 陸直 新鮮空氣 的機會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office 接著 我另一個朋友也推薦我去 這個Yoga 所以 我加入Yoga 課程 明星期 所以 我之前是 加入Pilates 約 一年 接著 現在又試試這個Yoga Consistently 做Yoga 其實我有時候都會在家裡做Yoga 但它不是 Consistent 不夠持續性 所以我很想 既然朋友也提到 他也有加入 所以 為什麼 一起 我們可以一起去 做Yoga 通常都會選擇 是下班時間 所以 開始 下星期 看看 我可以堅持多久 還是 三分鐘 但是 我已經花費了 所以 看看 接著 星期三 就是 我妹妹和她的女兒 就來了 跟我吃午餐 在中環 這樣 她就 我們 是不是叫她 兒生女 她叫我姨媽 OK 所以 她就是 兩歲 她是一個 很可愛的小女孩 她就 來了中環跟我吃午餐 我們就在那個中環街市 其中一間 都是一個台式的餐廳 有一點點露天 我 在 中間 有一堆玻璃幕牆 有露天 和室內 的 座位 都相當 輕鬆的 所以 我想 我也會花多 我也很開心 中環遊 這樣的 地段 或者這樣的地段 可以給人家 在室外 在室外 休息 然後 如果你想吃東西 就可以在室外 室內 也可以吃 那 我和妹妹和 妹妹 一起在那裡 吃了午餐 然後 走了 一會 看到 今期的 中環街市 好像有些 鴨仔 我正中 我妹妹的 下滑 直成 她是非常之喜歡 所有 鴨仔類的 一個 物件 然後 衝過去 貼著 鴨仔 然後 拍照 非常之可愛 I spent a really lovely afternoon with them 也不是 一整晚 只是午餐 午餐 跟著 回到公司的時候 發現 管理人 開始 清潔 醬汁 準備好 因為管理人 都認識了這個牌子 叫做 Gini Juice 他們這個 我不是在買廣告 但 真的 有這個 品牌 在香港 我覺得 我都應該要接觸一下 尤其是 我這些 喜歡 原藝 又或者 是一個 的 人 所以 我也有 馬上上網去 查 他就是一個 我看到 他有 Gini Juices 也有一個 Web site 叫做 Eatology Eatology 就是 他們 提供一些 健康的 食物 食物 然後 有 Keto Vegan 有 Low Carb 即有些不同的 Mill Plan 可以讓大家去選擇 還有他們 還可以做這個 叫做 Mill Plan Delivery 那我的 Manager 可能選了一個 3日的 Juice Plan 即是 以喝Juice 代替了 吃 正餐 一天 要喝8支 Juice 接著 喝3天 他會一次過 在 一天 即是 你選擇了 三天 他在 離開之前 他就寄了 三天 Juice 的份量 大概 每天 8支 即是 一個療程 就會有 三天 療程 就會有 24支 即是 有三代 基本上 我負責簽收 那位 I cannot like OK Notice Acknowledge 見到 Mhmm That's how it works 每一代 有8支 Juice 寫好了 1-8毫 都飆了 總之 一天之內 就要喝完這把 喝3天 作為一個療程 一個清潔的療程 基本上 可能會幫助你 DETOX 例如 你喝完之後 感覺到你的 脂肪 或者你的 腸部 你不像清一清 當是清腸胃的 一個療程 那我下個星期 就可以問 Manager 究竟 What work like? How does she feel? So I never tried it before But It's interesting 因為香港有這個 有這個 品牌 有這個 提供 也有這些 服務 可以做 我覺得 如果你 喜歡 健康健康 或者想嘗嘗 Keto 飲汁 當是吃正餐 做位 喝一些代餐 這個都很好 我好像試了一兩口 Manager 給我試得很好 好像有些 Avocado Banana 有不同 每一瓶食物都已經 整理好 究竟那個 汁裡面是包含了什麼 Fruits 什麼 Vegi 這樣 那你就可以有看到 你現在喝這一瓶食物 是用什麼 打出來的 這樣 所以 It's quite cool I think If you are interested 我會有條 連結放在 description so you can have a look 我們星期三的晚餐 今晚我們就和我夥伴的兩個朋友 因為他們來了香港 所以他們今星期三個晚上 就說想一起出去吃飯 我們就出去吃飯 我們就吃了這間素食餐廳 在北角的 叫做三德素食館 基本上都是我們的日常飯堂 這間餐廳 the vegetarian food is so delicious 是有可能 或者我這樣說 可能會有 你可能叫它 如果有油的食物 你可以叫它 少油 或者少鹽 但是整體來說 整個 Vegetarian restaurant 都是 他這間都是 非常老志豪 而且很好味 值得推介 接著星期四 就 有 做圓藝 又是我的圓藝 又是我的圓藝 有一個 helper的圓藝 我就是做了 一個 今次的活動很特別 叫做 種子畫 就是用不同的種子 去砌一個 揮春出來 這樣 那麼 圓藝治療師 就可能 就派了一些不同的種子 也都分好了 份量 就是我負責分好了 有很多不同的種子 當中有 有黃豆 綠豆 黑豆 還有一些 南瓜種子 還有西瓜種子 還有一些宿米種子 總之 我大概講一講 都講得超過六種 不同的種子 所以他們就會 叫老人家 黏住 變成一個 大吉的形狀 一個大吉的形狀 黏住在一個 揮春上面 變成一個 種子畫 還可以掛起 吊起 然後 放在家裡的 門口 窗邊 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特別的 可以用植物 或者種子 去發揮一些 很藝術的 元藝治療 我覺得也是一個 很特別的活動 讓老人家 覺得 其實 植物 都可以有很多 樣化的表現 而且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渠道 去展現另一種生命 讓它更加有延續性 所以我覺得 種子掛畫 我會好好宣揚 所以 我會好好宣揚 而且 我會盡量 如果有 校族的活動 我都會加入這一部分 去 去 將它的功效 發揮到極致 因為我覺得 座椅 座椅 和 做成一個藝術 是很棒的 所以 我希望 大家也有興趣 我會 做多一點給大家看 接著 星期四 就是 我朋友 最後一晚 在香港 因為 星期五 早上 他們就要 飛去 泰國 給他們 其餘的旅餐 所以 我們就有一個 小小的 在一個 日本餐廳 我 也買了一些 小小的 食材 讓大家品嘗一下 他們也很喜歡 我 也很開心 他們可以在香港 這段時間 但 我希望 有多些時間 去陪伴他們 因為 我也要上班 可能我陪伴他們的時間 一不就是大家出來吃午飯 或者我下班的時候可以陪他們 逛街 或者吃晚餐 還有 星期六 但是星期六 就是一個星期 只有兩天 星期六 可以陪伴他們 四天 星期六 可以陪伴他們 和其餐的晚餐 所以我覺得 也不是特別多 但是 希望 但他們又不介意 但是 我覺得可能 有少許 有少許 擔心 他們 但是 他們也很開心 因為他們可以住在我們家 有一個客廳 還有 我們又可以 下班的時候 可以分享多些 他們其實已經很滿足 那我也很想他們再來一次香港 因為他們真的很喜歡香港 基本上 每天一放工回來 我又看到他們買了一大堆東西 從 女士市場 從 不同的購物店 然後 他們又去了不同的 迪士尼樂園 然後 又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 我覺得他們 都很享受 香港 和吃東西 都非常享受 這樣 那我也很感人 他們都喜歡 然後 就是 星期五 星期五 我們就 我夥伴 他在搞 Visa extension 所以 就 在 幫他拿 Password 然後 幫他 去 collect 他的 護照 然後 順便問一下 Visa extension 然後 然後 我呢 就 另外 自己都 印刷了一些 我自己都設計了另外一隻的 一些 懸藝治療的 一些 brochures 這樣 那我在香港 都 找了一個 printing shop 去幫我 我又看一看 效果 所以 都 都 希望 如果大家 有機會收到我的 brochures 的話 就是 請留言 或者 看看 其實 我自己 設計得 一般 但我覺得 我都盡量想把我 可以 表達 或者可以 做到的 服務 我都想列出 給大家看一看 然後 晚餐呢 我就跟媽媽 去了媽媽家 媽媽呢 就煮這個 精肉餅 我的 滋愛 還有煮湯 我每次回到家 其實我最愛 最愛 就是我媽媽 煮的菜 基本上 不會有額外的東西 就是很簡單 很平凡 我突然之間覺得 那就是 很簡單 很平凡的 simple meal 然後 我經常叫我媽媽 沒有煮那麼多菜 只是 蒸肉餅 又或者 炒菜 蕃茄炒蛋 還有 一個湯 我已經很滿足了 我基本上 天天吃這些 我都是不厭的 只要是媽媽煮的 我都不厭 然後 星期六呢 我們就 做了個Pitching 在一個 地方咖啡店 希望 希望 在這個 關仔 這個咖啡店 會 那 因為呢 是第一次 嘗試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會在這個咖啡店 可能 把我們 製作 和服務 那 很興奮 我們可以見到一個 我們的 ANGEL INVESTOR 那 何謂一個ANGEL INVESTOR 就是一個 貴貴 PRIVATE INVESTOR Focus 在財貸一些 small business in small business 那 這個ANGEL INVESTOR 我們第一次見面 可能我們之前就是WhatsApp 或者之前通過E-mailWhatsApp 但是 今次第一次見面 他們都非常好客 還有 他們就 分享了很多 很寶貴的意見給我們 還有 他們 這個INVESTOR 都是真心 我覺得 他都喜歡我們的 產品 和 都 都 很希望可以幫到我們 和 我都很希望 我們都可以 增加價錢給他的 咖啡店 那 所以 看看有沒有機會合作 和 可不可以做多些 Cross Over 或者稍後的 collaborations I'm so excited 和 非常之開心 可以見到這位 這位 這麼 甜蜜 和 這麼 kind-hearted 跟著 還有 就是 我 又 有另外一個 懸藝的 一個 section 就是關於我的 懸藝治療的 一個 section 那我就幫 一個 在黃大仙的 一間機構 做一個 另外 八折的懸藝 section 所以 在這個 禮拜六 我就做了 side visit 可能看一下 環境 到時候 我要準備的 東西 適不適合 擺放在那裏 有沒有 可以給我一個 Storage room 以及整個 Layout 我可不可以播放影片 或者可不可以用 課室的 設定是怎樣的 我都看了 那 看完之後 我就 記錄下 那些 可以去做 Better prepare我的 懸藝治療 和我對我的 服務對象的 一些 preparations 之後呢 我就去選了 一個 我突然知道 零件一觸 我都很喜歡 一個 偽紅燈 那我就去了 旺角 去看一看 neon light 偽紅燈的 一些 一些 customize neon light signs的 一些店 那我找到 樓上店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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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都 我都不知道 他叫哥哥 還是叔叔 好吧 I think It's better to call him so as 那 他都給了很多意見 我應該怎樣 設定 跟著可以 better fit 一個 neon light 一個 setting 和那些 chargers 究竟是用USB 好啊 還是用 一個 插頭好啊 和 那個 大小 應該是怎樣 去安排 以及怎樣 去設計 這樣 哥哥也有說了些 不同的 直徑CM 給我做參考 所以 我馬上告訴 partner 這個可以加入 我們在 layout design 或者到時候 稍後 我們 可能 market booth 可能會用到 We'll see We'll see I gotlix 一想起這些 怎樣設定 branding的東西 我就有 對自己 就可能 都想有多些 不同的嘗試 但是 同一時間 I know nothing You know 所有事情 都 都是很 很 facial 或者很表面 所以做很多research 有意明白 整件事是怎樣運作 所以 這個過程 是 是 exciting 但是 同一時間 都是很time consuming 所以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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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知道嗎 大家都在進行 所以 我希望 大家都在進行 然後 星期日 我就 收拾房子 收拾房子 下午餐 然後 我的partner 就在設計 不同的衣服 和 設計 然後 繼續做 製作 製作 然後 我們 去了 做 Tai Massage 就是 西螢盆 這間 都是朋友介紹的 Tai Massage 因為 我覺得 我們兩個 頸 背部 都是非常緊 在過去 這一個月 都是 不知道是不是 stress 但是我覺得 整件事 可能是很intense 就是我們每天 都很忙 每天 都很productive 我覺得 it's time 而且我們都很久 沒有做過 massage related的 一些 叫做 relief的事情 所以 我 所以 都 用了Tai Massage 90分鐘 接著我們就在這間 日本餐廳 叫做 盛本 吃dinner 叫做 Katsumoto 那我們都是 都去了幾次 這間餐廳 It's very good Quality is very good So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去試一下 嗯 接著 這個禮拜 就是這麼多了 那 這個禮拜 我希望 就是 懸藝也有做多少突破啦 跟著我 拍拿的 brand也有 少少少少 少少 少少 多些 progress 跟著我們的 market proof 又來緊啦 跟著 我的懸藝治療 有多幾個 sections 那 那 Yeah 就是 Learning curve Learning path 還有很多 事情要學 但是 Yeah We are excited We are excited We are exci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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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what's going going forward And yeah 希望你們都 跟著我一起 又或者 又或者 有任何問題 都是可以隨時 隨時 就是 傳個message 給我 留言 IG我 又或者 follow下我 那我的IG就是 Woolou 跟著 underscore G R EEN 烏龍Green And 我的 Email 和我的 WhatsApp 都會在那裡 So You guys Go check it out 那我今個禮拜 就是這麼多了 下個禮拜見 Bye Bye I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感谢观看